另外一件事,今天就跟進一下 昨天我們說過陳茂波竟然反擊當日的百樂 為何陳茂波波叔可以做財政司 689可以大膽地說,沒有我你有今天 你想一下,由議員快速變成發展局局長,再變成蔡野 BIGFOR都沒有做過 你當會計師,好像美國的業務都沒有 沒有的,他是一個很Local的會計師 他好像是其中一個香港最大的劏房投資戶 接受雜誌的訪問 接受一仔 當年我當年如果有個女兒撈粉的話 我一元都要賺的 類似說過這些 他說自己捱過窮 明白了,從窮過慘過死之類 所以看看你們是,前面是波叔 今天是нет 李家超出售 是的,是因為當日是六八九頭惰惰 但今時今日,他已經在李家超揮揮 認老闆就不認人 所以正正就是李家超 星期二行政會議前夕的記者會 回應了一個供過於求的問題 黎智英就說 我又好像那些藍絲 梁振英就這樣說 他之前就說 這個北區大都會 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有錢賺的大項目 即是一個發展 你知道現在 你的地賣不出 但成本不會因此而減 即是人工、建材、尤其是大陸來的 那些就不會減 所以一方面,此消比獎 很多地產商有不肯投地 即是他們自己又賣不出樓 另一方面,成本又不會減 十萬個貨尾 現在成本都有機會減 因為如果你看看那些建築 那些紮鐵group 大家都會見到 不少人說 不少人說 開運工鋪 就說 1500元一天我都願意去做 那是師傅來的 不過他就說 他就說一句說話 說得挺重的 或者也挺不客氣的 六八九就是說 建成造地是科學和專業的 就不能夠拍腦袋 矯枉過正的後果是會很嚴重的 這個就是六八九的說法 即是說你現在發展筆都是拍腦袋 所以我只是覺得 這個其實是李家超水平低的 他不懂得回應 李家超就是說 純粹就是說 其實主要就是 余錦然之前收了這封 余錦然之前不是說過 我們昨天說完陳茂波之後 陳茂波就叫做反擊了 回應了梁振英 也是經驗之談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不做地 但是他之後就補了一句 做完地 賣不賣地 都是政府的決定權 政府自己也有主導權 什麼時候賣地 這樣去調節 李家超就是跟回這個Party Line 開會已經定了這個調 然後繼續說出來 做地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停了幾年的話 情況是很不理想 房屋市場要健康發展 主導權必須在政府手中 他說主導權必須在政府手中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做 土地的主導權 就變成在利益販利的控制裏面 這個就不符合市場的利益 不是不符合市民的利益 是不符合共產黨的利益 這個是共產黨的Party Line 是共產黨經常都覺得 就是說如果你Land Bank 不夠那些發展商多的話 你就會讓那些地產發展商 就是勒索 是吧 就讓他們帶到你 就是發展權 整個土地發展權 掌握發展權 就掌握著香港的未來 掌握著很大型的資源調動 就掌握著這些實權 當你如果沒有Land Bank在手的話 就等於香港是沒有兵權 因為這個就是可以調動最多的資源 最珍貴的資源 19年都叫做612打後 我們都說過 這個國資委和林鄭開會 要加強在香港的投資 其實土地是其中一種來的 那當然是土地很重要 所以所說的打破固化繁尼的利益 是說 將這個傳統本地華資的土地利益 要交回去這個國資委的央企手上 而趁著現在 即是打破固化繁尼這個說話 其實就是英武學舌用足夏寶龍的說法 所以我說這個是中央的說法 你是講中央所講 想中央所想 所以你就是共產黨 因為李家超 就是共產黨說什麼 那他現在就是原文照讀 如果是這樣 未來你可思到那個樓市 是可以做到很絕的 政府是繼續做地 甚至是政府 走去推屬於政府的私人屋苑 打破你的樓市 那他又不會這樣做 現在他主要這樣說 他都要穩定市場的看法 他都要做穩定預期 其實他都知道 他都明白 梁振英所說的 就是說那個市場 你說發展市場是很敏感的 所以你說做地 你說堅持做地一回事 什麼時候推 推多少 賣多少 這個呢 都是政府的決定 所以他現在最重要的著眼點 就是主導權 主動權 政府以後 就是不可以永遠 永遠不可以處被動的地位 不可以破釜沉舟 宣九朝當年 因為那些樓下跌到傻了 所以就要破釜沉舟 就表示決心 我以後都不做地了 我有這麼多就買這麼多了 以後的東西以後算 就這樣等於 就是向地產商做了一個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一個誠意 那今時今日呢 他覺得就是說 不應該這樣做 政治上的姿態都不應該這樣做 怎麼會自暴躍勢呢 其實是 所以 我做地我堅持做 最後賣多少做多少 我話事 以後都是我話事 你要明白 共產黨權力大過一切 就是這樣想 尤其他現在說 利益固化繁尼 這個其實 就是算舊帳 現在就是跟你說 他一直都覺得你是固化繁尼 我不鬥你地主 你都要多謝我 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共產黨來說 你們就是固化繁尼 你們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們不提 19年石禮謙做什麼 石禮謙後面是地產商來的 你那時候反對反送中 那時候你支持反送中 等如是 你就給一些人去罷工去響應 他主要會說 但我就是說 李家超的水平低 純粹就是英武學士 如果我是會 如果我是要博梁振英 我就博他這句說話 建成造地是科學和專業不能夠拍腦袋 我屌你啦 梁振英 喂 拍誰腦袋啊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是李家超 我就會這樣做 東北發展計劃講幾年 東北發展計劃 反東北那些人 反東北那些人 那時候反高天 那班左家 其實很多都是社民演朋友 社運朋友 社運朋友 他們那時候已經反了很久 為什麼反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了 那時候是梁振英時代 是啊 我都覺得 如果我是李家超的話 我就說 你怎麼會覺得我拍腦袋 我拍誰腦袋 我拍你梁振英的腦袋 梁振英那時候說要發展東北的 才開始說要收地 才可以開始討論 究竟是不是要動用這個 動用這個 叫做 上方保劍 土地收回條例 是要說這件事 是吧 即是李家超水平底 他只會背書 這傢伙 是吧 他不懂得辯論 是吧 你竟然說我拍腦袋 講過拍腦袋 這件事 其實是很不客氣的 梁振英這樣說 即是說你們這班人 純粹是一時上頭 一時衝動 所以就要建成做地 是吧 即是 我現在給你了 李家超 吵他媽媽 是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梁振英是你那個年代 想出來的 嘛 我就是拍拆了 我拍醒你 梁振英 是 拍腦袋 是吧 梁振英這傢伙 就永遠都是 以前做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 最喜歡扯後腿 是吧 即是以前做老董的時候 就扯老董後腿 是吧 是吧 不是 他那時候主要就是 他那時候就是做 曾蔭權的時候 請在曾蔭權後腿 是吧 那時候他還在做行政會議召集人 是吧 在外面呢 就是網易特區政府 明白有個專欄的 是啊 是吧 是的 現在我講土地問題 現在 現在就是網易李家超 這個超仔就不聰明 只是懂得背書 是吧 所以其實你是有些火藥味 我看到經濟日報 好像有些火藥味 真的 挺好笑 功過於求 其實說真的 如果是的話 你只要講一下 究竟原則是怎樣 那原則就是 他之後再講 不是拍老台的 我們是用客觀的數據去判斷 是吧 也都不會輕率 任何政府 包括 任何政府 包括過往政府都不會輕率 是吧 其實過往政府 在講林鄭 以至梁振英 是吧 都叫做 軟轉一點 是吧 也講你也有份 不是吧 2021年的時候 就發表了2030plus 2021年當然是林鄭的時候 但是2021年的時候 發表2030plus 其實都醞釀了很久的時間 這個就是 這個主要是講 香港的人口數據的預估 就想著你怎樣安置人口 才想明日大禹 要安置100萬的人口 和東北 是吧 這兩個大都會安置過剩的人口 要1000萬的人口 香港要容納 那時候要這樣說 但是 這個 其實我李家超 你這次說 其實又出現了 2012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說到2030plus 那時候都沒有正視過 移民潮這個問題 現在都不肯認是移民潮有問題 你現在呢 就純粹是想 以時間換空間 知道有移民潮 那所以呢 就一廂情願地希望 那些高財通 可以填補這些人 填補了這些人 那樣就叫 穩住香港 是吧